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跌10点 台股昨天跌了11点 美股跌 道琼跌了大跌了292点 跌了0.84个百分点 S&P500跌0.57个百分点 NASDAQ跌了0.45个百分点 费城办大体小跌0.01个百分点 所以美股四大指数通通跌 欧股三大指数除了德国小涨0.14个百分点以外 英国 法国都跌 跌了0.5 0.4个百分点左右 台股现在跌24点 今天9月15号 天气怎样 今天跟明天呢 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其他地方是多云道琴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并有局部较大的雨势 今天的环境风场是西南风 竹苗以南扩散条件好 北部位于下风的地方 空气品质普通 所以今天北部级马祖金门是普通 其他地方是良好 北北级今天的温度25到33度 降雨距离30% 陶珠苗26到33度 降雨距离20到30 中张头云家都是25到33度 中张头降雨距离比较高 20到60% 云家20个百分点 高频25到32度 降雨距离20% 宜兰25到32度 降雨距离70% 花莲26到31度 降雨距离50% 台东26到32度 降雨距离30% 外岛26到31度 降雨距离20% 所以看起来 台湾的高温间都很平均 在西海岸几乎都是33度 在东岸基本上就32度 降雨几率呢 除了中张头20到60% 其他地方都不高 宜兰比较高70% 花莲50% 其他地方也还好 台股跌29点 到底天气如何 因为每天台湾都有不同的专家讲 比如吴德荣 然后比如说不同的机构 还有不同的这个媒体都有不同的讲法 那另外的讲法 我看他们是说 19 20号移入南海 这个继续发展成热带低气压的台 或台风 离台湾还蛮远的 不影响中秋廉价的天气 大家会担心中秋流价是怎样 那另外呢 要注意防晒 白天很炎热 要防中暑 19号到中秋节 中秋节21号 太平洋高压增强 各地晴朗 白天炎热 晚上能不能看到月亮呢 看起来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好 那么 海地总统遇致身亡 检方怀疑新任的总理涉案 那怎么回事 我们的友邦 海地前总统摩依氏 7月被暗杀身亡 那现在出现新的发展 检方怀疑新任总理亨利涉案 已经将他限制出境 海地前总统摩依氏 7月在郊区住宅家中遇事身亡 至今还没有破案 但案情出现新发展 海地检方提出新任总理亨利 在案发当天曾经两度 和嫌疑人通电话 但是案发后他却否认 怀疑亨利涉案 已经要求移民局禁止亨利出境 并且正在寻求起诉亨利 亨利先前曾经说 真正的罪犯 势必被绳制依法 就讲半天讲他自己 美联社报导 海地首席检察官 已经致函法院 要求法官起诉总理亨利 信中提到 有足够理由构成 检方认定应该起诉 亨利的正当性 认为亨利对总统刺杀案 有强烈的涉案推定 法官必须依法调查 有三个月时间决定是否起诉 检察官说案发当天 嫌犯之一曾经在凌晨四点多 先后打了两次电话给亨利 两通电话时间一共大约七分钟 但事后亨利否认 与调查结果不符 希望亨利出庭说明 至今本案共有超过40人被捕 其中也包括18名哥伦比尔傭兵 警方还在追捕其他的嫌犯 不看起来 这个海地当然政局 看起来是复杂的了 总统被暗杀 这个现在比较少了 以前常出生这种情况 以前我们很多的友邦 非洲总统到台湾来访问 回去回不去了 国内就政变 这多糗啊 到我们家做客 然后回不了自己的家了 那以前这种杀来杀去的比较野蛮 现在应该这个文明一些了 但是他会出现暗杀 一定是国内政情很复杂 一定有不同的派系 而且谁有力 通常呢我们通通看 一个杀人案 你不怪就是财杀 情杀 仇杀 意外杀 意外杀不讲 那是意外 那通常都会看说 这个人死了 那有仇是一回事情啊 你杀了他的什么人 他杀了你的什么人 类似这样 那是一回事 否则的话 谁最获利最大 谁获利 比如很大的保险费啦 遗产啦 或等等之类的 那我想他们一定从这边来发展 总统死了 谁获利最大 谁接任他 谁获利最大 那另外一点 表示他们的检察官还蛮独立的 敢对总理发出限制出境 然后呢 指出罪证 一般你会觉得这种国家 总理不就大权独揽了吗 通通已经控制了吗 那当然也许检察系统是另外一派 也许检察系统真的很公正 你先不知道 不过海地这种国家能够 怎样 实在是让人很难 很难完全相信是因为基于公正 那除非 证据很确凿了 要不然就另外一想逗他 我们把他逗下来 美国众议院版的国防授权法 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众议院国防授权法案建议 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环太平洋军演 这项法案预计下周在众议院讨论表决 月初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决通过 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经过委员会长达16个小时的审议 涉及数百项修正 预计下周会在众议院进行全院审议跟表决 调文中列出台湾海军应该被邀请 参与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这项军演由美军主导 两年一次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 另外调文中也建议美国跟台湾的国民兵合作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最晚在明年2月15号前 必须向国会相应的委员会提交关于 加强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合作的可能性 与适当性报道 此外调文中也重申台湾关系法跟六项保证 是美台关系的基石 另外国会提到 必须注意中国大陆对台湾战略跟台湾海峡安全的形势 先前在7月底参议院版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已经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写通过 法案呼吁美国维持主意恫吓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能力 要求就美台增进防卫合作进行可行性评估 那就是美国国会对台湾很好了 当然也不是说台湾 台湾还是台湾了 现在台湾跟实验性台湾什么不同 蔡英文时候的台湾跟陈水扁的时候台湾什么不同 那为什么陈水扁认为蔡英文运气好 意思是他运气不好了 被美国骂成是川普Maker 麻烦制造者 为什么 台湾没变了 台湾还是这样 其实台湾不管国民党民党执政也就是这样 你越非靠美国不可 美国变了 不是台湾变了 是美国变了 美国怎么变呢 基本上就是反共了 因为老共越来越强了 老美突然发觉 怎么老共越来越强了 当老共越来越强的时候 老美就紧张 所以整个从原来反苏 现在变成反中 很明显的反 而且老共起来太快了 你慢慢的不声不息 无声无息 默默的成长就算 你这么快 而且你成长以后呢 你还要讲你成长了 还讲你的目标 还要这个增加你的军备 等等 老美看不懂吗 老美能够忍受吗 他当然就 就转移 而且一个国家是需要一个敌人的 你说一个国家都没有敌国 孟子不是也讲吗 无敌国外患者 国很王 王耶 王国耶 所以你就知道敌国多重要了 敌人多重要了 我们常常有时候要感谢敌人 你知道 通常你就痛恨你的敌人 但有时候要感谢他 因为这个敌人让你变得更好 让你变得更强 让你变得更警觉 没有敌人的话 你就完全没有警戒心 无所谓 怎么混都可以 有敌人就不敢了 所以敌人有时候你要感谢他 不一定是都不好 当然另外老美一直希望 因为美国的国民兵 他的制度还不错 我们常看到很多地方 就国民兵出动 对不对 那台湾很少出什么 后备军员出动干什么 救灾也许偶尔有 但是基本上 救灾基本上还是 职业军员出动比较多 后备军员怎么动员他 他就各有事情 所以他们老美就很天真的认为说 他们的国民兵 应该跟我们的国民兵合作 第一我们根本没国民兵 I like radio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 跌三四点 现在跌三四点 小跌了还好了 老美要希望跟我们的国民兵合作 我们这是尴尬了 我们没有国民兵 那老美搞不太清楚怎么回事 他就觉得老美真的 很多老美一辈子也没出过国 甚至很多老美一辈子没出过他的州 你很难想象 对不对 真的这样子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在南方 我们要到纽约 到华盛顿去 老美同学都嫁得要死 所以你回得来吧 我们会再看到你 他越当的地方都被杀了 有些人说纽约很乱 他们真的是 很多就是乡下图报纸 真的乡下图报纸 而他也不需要 美国够大了 对不对 他做生意也不需要 像台湾非要做国际贸易等等 他干嘛 他不需要 美国够大 所以呢 这个 他们真的很多 搞不清楚外国怎么回事 就以为美国有 就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了 就像以前中国 在世界之中一样 老美经常觉得 全世界就是他了 那他既然有国民兵 你一定会有国民兵 所以为了应付他国民兵 我们还得去成立一个 后备动员署 那到时候怎么排啊 怎么把你的那个 整个制度都不一样 整个制度就不一样 比如老美有那个ROTC制度 就是这个预官 他们跟我没有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在学 我在美国山南看到学校里面 就有一些突然穿着 军服的学生出来 这就是大学生 他在参加这个ROTC 这个计划 就预备军官的计划 那就是平常在校园里面 他就有些课 是上军事训练的课 我想他一定有些奖学金 军方给他奖学金等等 那将来毕业回去 去当军官 那你不要小看他们 美国 我看了好几任 现任我没有去查了 有好几任的参谋总长 就是他们的参谋首长 联席会议主席 就等于我们的参谋总长 军队里面最高的都是预官 不是西点军校毕业 不是这个海军官校 不是空军官校毕业 就是预备军官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你想象我们的预官会当到参谋总长吗 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中间那个职业军校的路官 把你打死了 让你往上升 怎么可能 他们很多预官 这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 是预官官升上去 就是他一旦到了那个体系里面 就看你能力了 你能力很棒 你头脑很好 对不对 你这个 一切条件都好 就升你啊 你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门户之间 一定要西点的 一定要明天阿波斯的海军官校 并没有这样 所以你就从 从这个一个预官 能够爬到多高位置 就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很奇怪 比方说预官哦 就是他们送到国外去 西点军校了 或是什么 纪念阿军校 就美国最好的军校 毕业回来的学生 照理讲都是很优秀的 好像在我们的军队里面 发展都不是特别好 照理讲 这些人应该是回来以后 平步青云的一路升啊 没有哎 能够升到将军的没几个 奇怪哦 我们就说 哇这个人不错 能够被西点军校录取 他一定有一个合作的名额啦 比如说每年给你几个 或者几年给你几个 这里面有很多表现也很不错啊 我看都毕业拿优秀的奖啊 的呢 那这样回台湾不是应该很好吗 也不见得 这个文化不一样 就显然美国军人文化 跟台湾军人文化不一样 你那边搞久了以后 你回到台湾会格格不入 就会变成这样 反而被排斥 反而人家觉得你很特殊 反而不觉得 不见得在部队里 在军中的这个 这个生涯就看好 不见得 好吧 要跟我们的国民兵合作 瑞士通过改善跟台湾的关系法 立陶宛欢迎台湾经贸考察团 瑞士国会下议院通过改善与台湾关系的议案 将请瑞士联邦 瑞士委员会提交报告 逐步深化跟台湾的关系 而立陶宛经济部长表示 期待台湾的经贸期投资考察团10月到访 瑞士国会下议院以129票赞成 43票反对5票弃权 压倒性通过改善跟台湾的关系议案 这项议案具有拘束性 议案通过以后 将请瑞士联邦委员会提交报告 具体列出商业政治科学文化领域方面 逐步深化与台湾关系的方式加强合作 瑞士的绿党议员华德尔 以及自由民主党议员波特曼 担任神议时的报告人 说明支持的理由 华德尔说 台湾是能够跟瑞士共享民主 人权跟自由经济价值观的伙伴 呼吁瑞士政府应该进一步加深 与台湾交往关系 另一方面 国发会主委公民心预计 下个月率领65人的经贸投资考察团 访问斯洛伐克 捷克跟立陶宛 立陶宛经济级创新部长 表示 回应表示 期待 而且欢迎 他们说包括半导体 资通讯 金融观光电动车 生物科技食品 智慧城市 和网络安全领域 大概40名 商业跟其他代表会去 等等 所以看起来跟这个立陶宛 关系不错 立陶宛已经来这边设台湾代表处 让我们在那边设台湾代表处了 那他是第一个 改成台湾 那当然你说改台湾有什么问题 其实本来改台湾没有问题了 但是就是像美国今天就有人讲 所以这样就好像 意味着美国是支持台独 等等等等 那老公就会跳脚 等等 反正就一系列的反应 苹果发表会 时尚最贵的iPhone13亮相 美国苹果公司秋季发表会 台湾时间今天15号凌晨1点 以线上形式举行 不是实体的是线上 推出新款智慧手机 iPhone13系列 智慧手表 Apple Watch 7 等新品 我们休息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是你的现台的 贝股市现在 怎么跌 图加剧的跌了83点 搞什么鬼 突然跌了增加这么多 你刚才都跌23点 iPhone iPhone13 说史上最贵的iPhone13 亮相了 苹果今天是线上 台湾今天早上 今天凌晨1点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果迷也许会看 果粉 苹果 Apple 今天举办新品发表会 多少钱 最贵机型 要新台币 54,400元 不便宜 一个手机 还那么贵 而且 这东西 它每次搞个新的model 每次搞个新的model出来 其实旧的 还可以 有人是每个新的出来 都换的 有人这样 蛮烧包的 有人没有 有人许 跨型 就是 比如说 他买了10型 11他就不买了 12 可能买 可能不买 也许13买 就是他就要跳 跳个 几代了 执行长 库克今天一开始就宣布 推出配备更强大晶片 跟最佳镜头的新款iPad 一例远距工作与学习 现在很多是远距 这次宣布推出新款的iPad mini Apple Watch 7跟iPhone 13 传闻中的AirPods 3没有现行 iPhone 13容量升级 13 Pro Pro Max 首度具备 一个TB的选项 而ETB iPhone Max 要价54,400台币 堪称史上最贵 依据苹果官网 台湾时间 9月17号晚上8点 开放预定 24号 开始贩售 报道指出 iPhone 13跟iPhone 13 mini 把电池加大 搭载A15晶片 续航比起iPhone 12 多出2.5小时 前后镜头都支援电影模式 而且支援5G的网络 Cook今天首先揭晓了新iPad 搭载A13处理器 保留Home键的设计 前镜头有重大升级 变成1200万画素的广角镜头 至于Apple Watch 7 荧幕更大亮度提升 电池续航18小时 充电速度比前一代提升33% 听起来不错 听起来 这都不是说什么 增加什么3% 一增加就33%充电速度 有时候充电很慢 搞半天 电池续航18小时 基本上一天就够了 对不对 一天就算早上六几点起来 到了晚上12点一点 也差不多嘛 如果早上七点 晚上七点 下次到12点 就是十几个小时 12加5嘛 17个小时 它现在续航可以到18个小时 因为经常你到最后的时候 觉得电不够 比如说你早上 然后搞半天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电好像快没了 那它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要看它多2.5个小时 其实就可能就省掉你在 要携带一大堆充电的 有的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是在车上 我就带一个充电器 随便插到那个点烟器里面就可以了 那有的就带那个 什么比较大的那种电池 可以随时插到那个电池里面 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好那么 中国时报 头版头呢 9月底前即将间隔满10周 204万人急着接种第二季 等没莫德纳政府赶快催货吧 我不是建议他们带了 带个100个80岁的人 他们大概不会做 不过我想 他真的不做 你就先警告也好 我后来想到说 当然你真的带去一定是轰动 你自己想想看 今天如果我先通知美国的媒体 说我一备带一个 百人80岁 老先生老太太去美国要疫苗 100个80岁就是8000岁 对不对 你说 I will lead a group of 180 years old men and a woman and beg for the second dose 你觉得媒体会不会有兴趣 那画面太好看了 男男女女的80岁 90岁搞不好还有100岁的 要疫苗 那当然有人开玩笑 他们当场说 我把你们这100个都给你打了 没问题 这样 我不是这100个打 我要啊 我家里还有朋友啊 还有家人啊 对不对 还有先生太太 都等着你这个疫苗啊 等等 我这就是有点搞笑了 但有很多时候 你中的要不然就是很严肃 啊 一正直言你非给我不可 要不然就是稍微有点反凤嘛 老美喜欢这个 你投机所好对啊 对为什么我们打不到呢 老美的美国倒是都是啊 而且我们定了 我们也不是跟你要 我们是跟你买啊 我们买505万剂 到现在才到了150万剂啊 那怎么回事呢 大家来讲个理嘛 那些我们打了第一几没第二几打了第一几等于失效了 等等等等 吹货赶快说 就你用响记办法去吹吧 好吧 他不会带人去的了 他不会 那叫你至少警告一下也好 就说我已经找到这100个人 我找个100个人来拍个照 团体照 寄给你说这100个人就要来了 他赶快说你不用来不用来了 我给你吧 你真的不用来了 不用来了 这个真的是这样 我记得我父亲跟我讲一个故事 他那个时候 在军队里面 他们要撤到台湾来 那他负责 这个压 等于保护了 一批军券 这个先生在前面打仗 他们有一批军券要到台湾来 他就负责护送这批军券 那沿路当然很辛苦了 军券那比军人 军人有枪啊 什么军券什么都没有 那到了一个大概 这个一个营区了 他就要跟这个指挥官 就说你要 要吃啊 要喝啊 请他照顾 他们就拒绝啊 那指挥官就一个将军就拒绝 那我父亲讲 你拒绝对不对 那报告长官 那我就走了 这批就交给你了 吓死他 哎 别走 赶快 该怎么支援 赶快给你赶快走吧 你 你留在这里 告诉他 真的 很多时候就这样子啊 你都不 你不肯帮忙 对不对 你觉得很麻烦 那我就走了 对不起 通通交给你 给你啊 看你怎么handle 看你怎么处理 好 那么 今天传出他的消息 是他们想叫 莫德纳打不到第二季的人 去打高端了 我觉得这很可恶 你怎么能这样强迫人家呢 这搞什么鬼啊 谁要打高端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 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 现在跌81点 跌81点 好吧 这个莫德纳第二季 没了 政府 不管你有什么方法了 你赶快催来吧 对不对 其实等于是有300万人 要第二季 300万人 一共大概300 三四十万人 打了第一季 大概打了第二季 只有三十几万人 而且这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才会给他打第二季 那一般都是 比如他医护啦等等之类 一般就是等嘛 所以起码有300万人在等 你知道 那你现在说 叫我们打高端 他为什么要打高端啊 他原来打了莫德纳 他就希望第二季也打莫德纳嘛 那你就要第二季 就混打高端 哦 你 你再怎么讲啊 你什么什么抗体怎样 很多人就不要嘛 他不相信嘛 而且实际上 你实际上实验室测到的 跟实际上能够在 实际生活里面 能够这个抵抗 能够对抗这个病毒的情况 真的 还不知道嘛 好那么 领导报头半头 布林肯重申对台湾的承诺了 主要因为他到国会去了 因为国会现在在 究责他们从阿富汗撤退 那就有议员批评他 比如这个议员呢 对台湾是不错啦 废治 废治派垂克 问说呢 你们对台湾跟对乌克兰 怎样 那不过呢 这个废治派垂克 讲的也不是事实啦 他说他刚从乌克兰回来 之后要去台湾 两地的人民都怕得要死 台湾人好像没有怕得要死 乌克兰没有怕得要死 我不知道 乌克兰也许怕得要死 他们这个欧洲啊 东欧也好啦 北欧也好啦 或者欧洲 对苏联真的是 或是以前的苏联 现在俄罗斯真的是 害怕的 因为他们被侵略过嘛 他不是没有被侵略过 他被侵略过 对不对 一战二战那边打 所以他们知道 很可怕 所以他怕得要死 乌克兰人怕得要死 是有可能的 台湾人好像没有怕得要死 台湾人好像根本 无所谓啊 谁怕得要死 好像没有啊 如果真的有怕的人 提出警告 就被人家骂 你是中共代言人啊 长他人自弃 为 这个 这个长他人自弃啊 等等 灭自己威风的呢 所以其实 这个议员是乱讲的了 所以我刚刚就讲说 很多 美国很多人 他不太知道 外国的情况怎么样 他就想象 他想象一定是 如果是他一定下的要死 而且他说 那个大陆的媒体呢 强力对台湾人民宣传 美国抛弃盟友 好像没有 也没有看到什么 大陆媒体就宣传这个 美国抛弃盟友 全世界都在讲啊 不是大陆对台湾宣传 纽约时报 黄盛的邮报 不是也讲了吗 你们自己媒体也在讲啊 那他反正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放弃了阿富汗 那你的友邦会担心 会不会 是会的 友邦的确会怀疑了 觉得你美国 到关键时刻会不会跑了呢 帕北部位就跑了 那布林肯 就美国国务卿的回答 就是说 我们不能去留阿富汗了 就是老共最喜欢 我们留阿富汗了 中国最喜欢 我们留阿富汗了 那我们继续留不就上了他的当了吗 所以我们非走不可 因为他希望我们留 我们就非走不可 那如果哪天老共发布说 希望美国赶快走 你就要留下来了 为什么 老共为什么叫我走呢 哎 我就要留下来 就是人的逻辑 脑筋有时候 真的很简单了 很容易就被 因此二分法就分掉了 就我走不走 是完全应该 正在美国的利益嘛 跟老共喜不喜欢 我走有什么关系 你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我根本 跟我不在乎嘛 我真的不在乎 我怎么在乎 你喜欢我 或不喜欢我 我在乎我自己 要替自己做判断嘛 你美国要不要 这里安放 是美国自己要决定嘛 跟北京 中国喜欢你走 不喜欢你走 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然他可以假定说 我也不知道 待会该不该走 但既然我的敌人 都希望我不走 那我就该走 那这个就很 那你常常被骗哦 你不能以敌为师嘛 那么敌人故意 吓你骗你 那不就害你吗 你要自己想清楚 但是这个最简单 这样的讲法最简单 就民粹的讲法 我的敌人都希望 我留下来 所以我们不能留 留了就中了 他到了 至于第一个 你的敌人是不是 希望你留下来 也没看到说 中国就希望美国 留在阿富汗 有讲吗 第二个 他希望不希望你留 跟你要不要留 两回事情 真的两回事 你千万 我们平常做任何事 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我讨厌的人 喜欢我怎样 或不喜欢我 我就怎样 或不怎样 我喜欢的人 希望我怎么样 我做得他高兴 也许还可以做一做 我讨厌的人 这根本不在乎他嘛 我根本不要管他 好那 因为美国现在 就自己也很担心 所以这些盟友 会不会觉得说 他就跑了 他们自己在担心 他们自己 那这些盟友 有没有担心呢 也会怀疑 但是我相信 这些盟友也知道 也不能都靠美国 本来就要靠你自己 你怎么都靠美国呢 美国是可以靠 但是不能 你自己都 完全自己都没有主张 也不太可能 那国务卿是说呢 美国挺台湾 有异议参与的国际组织 那哪些嘛 哪些是有异议的国际组织 WHA算不算 地球暖化那些 分会会议算不算 那都是很有意义啊 那美国为什么 不能帮我们参加呢 我们真的觉得应该参加 那就美国就认真真真帮我们 他现在有时候不帮 他就提案他都不提 这就很恶劣了嘛 上述讲你提案嘛 这个你美国提案意义不同嘛 对不对 你不是老是要我们 帮交小国提嘛 水里他们的 你美国提就不一样了 那就算没过 我们还是感激你嘛 那你提都不提 就怕没面子 说我美国这么大国 提的都没过 等等 继续再回来 我是赵少康 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怎样 现在还是跌91点 好 那么布林肯重申对台湾的承诺是好了 多承诺都承诺吧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都完全相信 反正就是听听嘛 人家讲好话总是好啊 对不对 你也说你爱我总是好嘛 总比你说你不爱我好嘛 那至于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爱我多久再说啦 但总是比 比你就否认说我没有爱你 我现在不爱那个人了 所以我也不爱你 你现在就担心这个嘛 他本来跟你说我都爱你们嘛 那突然那个人他就不爱了 那你就会觉得奇怪 那你不是都爱吗 怎么突然不爱他了呢 那你不爱他会不爱我呢 不会我还是继续爱你的 坚弱磐石 好吧那总是 总是比不讲好 但是你也不能就 从此就完全相信嘛 就这么简单了啊 没有人是笨蛋了啊 好那么 现在搞这个汉光演习哦 汉光演习今天呢 这个加东战备跑道的第一次啊 有战机起降 就他们担心了 吹击的跑道被 被炸毁了怎么办 所以你看那个高速公路有一段 不就是 就是 中间没有什么阻碍 就可以让战机 升降 万一 不过到那个地步也蛮惨的 是不是这样 到了说 一般的军用机场 民用机场 飞机都不能够起降 要跑到高速公路上去起降 你不是也蛮惨的吗 对不对 你自己想嘛 你真的打仗的时候 不是你的机场跑道都没有了 你下不去 你只好下到高速公路上面 或是省道上 加东那边最难的 那你下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打仗了 你的机场都被破坏了 跑道也没了 那我飞机在天上 我下来 我下不去啊 我就下到高速公路上了 或是下到省道上 那然后呢 然后你要干嘛 你飞机下来 你要保养啊 你要加油啊 你通通要做的 然后再打仗 你要再上去啊 那你一个 那个跑道能放几个飞机 你自己想嘛 就真的打到那个地步 这很悲惨的 或是说很惨烈的 不是吗 你已经打到了 用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中间 做发飞机下来了 然后呢 或是说就保留这个飞机 那保留这个飞机要干嘛呢 你到那上去打 所以你仔细想 真的打起来就很麻烦了 国民党到台湾70年 再怎么紧张 以前最多就是金门823啊 找一些的古宁头啦 等等的这些 还没有真的打到台湾来过 那现在怎么越搞 怎么还 越紧张 打到台湾来 打到省道上 打到高速公路上 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啊 你不觉得蛮吓人的吗 好 日本人再送我们50万GAZ 真的是不错了 日本人 日本到先为止 已经送了我们390万GAZ 我们现在 总数进到台湾的是1490万G 819万G是 友邦或是企业捐的 政府自己买的到台湾只有674 你不觉得很丢脸吗 人家送你的 占55% 你自己买只有45% 我们是穷还是怎样 我们是无能加自私 才会变这样 你不是没钱吗 我讲过你有钱吗 你怎么没有钱呢 立法院也没有不给你嘛 也都给你了 8000多亿的这个纾困 所以你有钱 你没钱也就罢了 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你有钱 你不能够欲为筹谋 然后买了又不知道吹货 这是真的是无能 那你说他真的那么无能吗 那他有能怎么会这样呢 那就是自私嘛 想高端嘛 一心一意就想保护高端 所以外国货最好不要进来 那都不进来不就高端了吗 那就是自私嘛 你要不然就是无能要不要自私 要不然就是既无能又自私 你真的有本事 你保护了高端 你还是可以让国外的疫苗进来嘛 结果你不是 那九成的家长是同意小朋友打BNT的 这真的不容易 他们专家原来预估大概只有六七成的家长会同意 就没想到居然九成的家长会同意 家长也是蛮为难的 左右为难了 打或不打呢 不打万一染疫怎么办 现在看起来小孩染疫也不少 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 他会回来传给大人 很可能他们的家长 你现在的十二到十区的家长到现在都自己还没打到呢 你有个十二岁的家长 家长几岁啊 可能三十几四十几啊 很可能啊 不是这样吗 你三十岁生孩子小孩现在十二岁你就四十二岁 小孩十五岁你就四十五岁就差不多这个年龄 这年龄还都打不到疫苗耶 那所以既然假如说父母都打到了 也许就觉得说我都打到了小孩打不打就无所谓了 第一个小孩得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嘛 第二个因为父母都打了 所以这种家庭聚会传染的可能性就低嘛 因为家长染疫的可能性低嘛 但因为家长没打 尤其是这个年龄的家长 那孩子能打还是孩子打吧 你就先打吧 你等了你打了以后你就不会染疫了嘛 或是比较少了 那你染疫的机会少 他父母染疫的机会就也少一些嘛 不会被小孩传染 就像那个幼稚园 小孩得了以后传了一堆其他小孩 其他小孩传了一堆家长 就会变这样嘛 所以父母也是真的为难 指挥中心说呢 下个下旬啊 要沿递松绑措施了 这是 我们的困境是疫苗不够嘛 如果你有八成的人都打了两剂疫苗 就差不多台湾 差不多1900万人都打了两剂疫苗 大家就比较放心 现在很多国家就这样 新加坡 以色列 丹麦 英国 甚至美国 因为他们都打两剂了 打两剂人很多了 50% 60% 70% 80% 他就比较敢开放 而且得病的可能都是没打的 那这你也不能怪我 你们就是不打 叫你打你就不打 你有各种理由 对不对 好那你不打 你让经济都崩溃了 不公平嘛 所以你不打 对不起啊 我经济还得开放 得病就是你啊 其实逻辑就是这样子吧 我请你打你不打嘛 那现在生病比较多 就是没打疫苗的嘛 打了疫苗生命确诊少嘛 而且不会死嘛 不会重症 那你不打那就你自己负责 但我不能因为你们这些人 每天说增加多少力都要 我经济就不开放啊 不可能啊 我该开放我是得开放啊 否则的话经济垮了 没有没有病死也饿死了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周庭再见